春秋时期 驻剑师欧爷子及天地灵气 造出五把鸣剑 事成玉玉武剑 这五把剑皆蕴含着举世无双的力量 其中纯君主无道 战无主侠律 聚缺主征伐 圣邪主权某 鱼长主终鱼 随着王朝更替岁月洗礼 武剑渐渐失去综 直到战国初期 名将庞涓且征伐之剑 巨缺横扫天下 才重新让人见识到名剑的风采 更有传闻 只要夺得王剑纯君 便可聘逆天下 称为万事之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生 魏国大军已尽数亏散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魏国主将庞涓 及其副将已杀出重围 不知去向 我这个师兄 老师会给我很多惊喜 师兄 这步棋 我赢了 就是 李琦 活在天义 江星云 诸侯乱 天明南北啊 将军你看 这树上有字 庞卷死 此树下 真是好计策 如果刚才点击过来 估计 无数监狱 早已射过来的 将军 您收拾休息 我去打些水来 我去打算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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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愧为魔神之体 果然没那么容易被控制 生死 你到底是谁 好眼力 我只问你一次 告诉我 纯军舰在哪 在这儿 我只要是 你只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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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 柳涛 你 你是江家人 为何要害我魏波 命数使然 别无选择 庞将军 我劝你别挣扎了 你技术已尽 如果你告诉我 纯军剑的下落 或许 我还可以留你一面 你琢磨 你疯了 随教书则成名 神无巨切 何来旁见 渐仍在 仁异一矣 只可惜 师兄你的酒里血脉 再无传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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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回去吧 您身子要紧 父王 再抖一抖 杜大夫 陈在 方主这人回来了吗 回禀王上 目前只得知 公子与国序二人 在巡舰之时遇袭 与燕国边境失去了踪迹 陈经过多方查证 发现此事 似乎与二十年前的江家人有关 江家 江家 这么多年啊 他江家还是没有放弃啊 故当年 富人之人 所以是祸 不及子嗣 如若这一次江儿 与燕京不能安全归来的话 姑一定要将这些前朝的余孽 零更怕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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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 是 英尽 有 客人 与 出 米 开 劲 人 快走 走 给我退 开门 开 小龙 我 我等无意冒犯 海湾女侠 心得方便 给我上 海湾女侠 海湾女侠 装饰救命之恩 海湾女侠 海湾女侠 你醒了 钟爷爷 他醒了 好小 倒是费了老夫不少工夫 你们要干什么 该来的还是要来的 遥烧遥寡 细听尊便 我问你 你可曾婚配 我 庄爷爷 你看他把人家吓的 回答我 你可曾婚配 不曾 那就好 好好休息 养好身体 子依 照顾好他 一定要把身体养好 你 庄爷爷 就是这样的性子 你别介意 撤针时 可能会有些痛 你忍着些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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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男人 怎么那么虚 你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你叫得那么大声 全村人都知道了 我 不过 子依扎针是疼了一点 但是效果应该挺显著的 不出意外的话 你现在应该已经痊愈了吧 你是谁啊 我的东西呢 我倒是要问问你是谁了 我看 怕不是个贼人 抢了人家的东西 被人追杀了吧 我不是贼 这本就是 我家的东西 感谢姑娘救命之恩 在下田 在下田辟江 敢问姑娘方明 还方明 告诉你 我是吴燕 这是我的寨子 吴燕义 是 你的寨子 寨主 寨主 清风寨的人 抢梁伤人 薛大哥快顶不住了 您快下来看看吧 高吴救这个老匹夫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走 是 你 待在这里 哪儿也别去 高老二 这里是吴燕义 由不得你在这里撒野 赶快把抢的阳势交过来 我看你是找死 我要是不交 你能耐我喝 我看你是找死 打死 快死 老爷 快死 你 不再来 死 老爷 不再来 晚上 快死 武 掌 你不是闭关了吗 陈某您老关心 看来我不在这段时间 您对我们寨子里的人 还真是看过得紧啊 你又疼我 老夫再不把您个疯女子呢 难过见 老大 走 快 放开我 老大 这人在外边围围碎碎的 不是让你别出来吗 这个人看起来对债主很重要 难道成他剩你的想好 你少废话 放了他 放 当然是要放你 不过等我走来后再放 监主不能放了他们 不能放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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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介绍 今夕何夕夕 夜中灵祸 三显七口夕 更甚入可 公措之时夕 战云难夺 阶层之智夕 应悦无说 这种 怎么样 老夫的文采 如何 呸 走 梁氏还剩下多少 还剩下不到时代 这么少啊 他念的那首诗 是什么意思 要不是你手的捣乱 那高老二能跑 沈月 想爱 谁说他跑了 自己的某种事 可以 死了 我快死了 你不必死了 我快死了 你不必死了 你不必死了 我快死了 去哪儿啊 薛三 果然是你 你在说什么 在准呢 你问的是谁 吴燕 还是高无舅 你什么意思啊 高无舅最后那段话 是说给你听的吧 见戏和戏戏 夜动凝祸 三险七口戏 更甚不可 公措之时戏 战云难夺 阶层之之戏 应远胡说 这每句话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 今夜三更宫寨 皆有 都是些暗探玩剩下的玩意儿 高无舅之所以能赶在吴燕闭关前来寻衅 说明他对吴燕翼的情况了如指掌 这个向他汇报的人 便是你啊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本来一开始我也不太确定 但他最后说那段话的时候 只有你一个人认真在听 甚至我拽你衣服的时候 你都没发现 当然 这一切只是猜测 如果今晚你不出现呢 念头便打消了 但不巧的是 你还是出现了 田屁家 我看你是多管闲事 我看你是多管闲事 站住 站住 我知道错了 不是一时鬼闭心窍 你就放过我这一回吧 让我将功补过好不好 站住 小心 你怎么还不倒了 怎么还不倒了 你那么确定 他们会从这里离开 前有堵截 后有追兵 唯有这条水路四通八达 选此路 可保性命无余 你可知道 这渭水通向哪里 齐国 看来 你也想要从这里离开 来了 二位 这是要去哪儿啊 你退下 虞长 虞长 你也是剑手 既然如此 我便要奉劝你一句 高无咎并非民主 还请收手 我只为报恩 问心无愧 上次未能讨教 这次 向你 领教一二 好 看来 明镜ite 这玉佩哪儿来的 你想知道吗 我就不告诉你 眼睛在哪儿 说 难过点 说 吴燕 春君 怎么会这样的 吴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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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鱼长剑的剑手 这鱼长剑乃是中荣之剑 极其和你的性格相符 家族残诚 受之有愧 没想到这鱼长剑 会藏在乐器之中 有这柄 吴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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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斩主 长老 我们已经去薛三家查过了 结果如何呀 正如田公子所说 所有的粮食都在那里 鱼粒也不少 小条 你是如何知道 粮食没有被运出寨子的呢 很简单 车折 当时他们离开的时候 车折很紧 若是所有粮食都在车内 必然不会是这种情况 这也让我笃定了 债里有细作的猜想 作为交换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 能帮我救一个人 想不到债主还有这等嗜好 喜欢坐在房顶上和人说话 你少言语我了 这里视野开阔 而且景色也很不错 怎么样 没骗你吧 还真是 平时都没注意 这里这么美 然后是神仙到了这里 都不想离开吧 那就留下来啊 如果可以 我也想留下来 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对我这么好 又救了我两次 我当然想留下来 对了 你的伤好些了吗 我答应了义父要保护你 就肯定会做到 这点小伤不爱舍的 对了 忘了问你了 你要救了那个人 到底是谁啊 是我的至交好友 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只可惜他拼了性命 也要为我找回的纯军剑 竟然是一把假剑 那 等你找到他 你是不是就要离开了 如果我说 我真想留下来呢 只可惜现在只找到 他的玉佩 不知道他人在何处 我知道 我知道 他被关在哪里 奇怪 今天寨子里怎么这么安静 谁 我 义父 中长老 你慢点 来 来 来 子怡 说你这谁又过来 我难度来不上 我咋就听说高五就这个 老皮肤擦了不少宝贝 我来就来来 就让老夫见识见识 那我可跟你说好了 等会儿 等会儿我可没有时间保护你 我还有你保护 再说了 这边还有小田的 小田 大叔咱们问许二人 互相照应 你 互相照应 就许 什么 好浓的血腥味 好浓的血腥味 我也闻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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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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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救了 这些人的伤口上 似乎有什么东西 正在侵蚀他们的生机 这是什么武器 但是 伤口像是一把 薄如肠衣的剑造成的 怎么会有这种武器呢 走 走 这人还有气息 大夫 麻烦你过来看看 如果这些人刚刚被袭击 如果这些人刚刚被袭击 就说明 凶手 还在这里 好东西不少了 在哪儿呢 搞无疾 搞无疾 会把你藏在哪儿呢 搞无疾 会把你藏在哪儿呢 你藏在哪儿呢 读山芋 我终于找到你了 这下 先生的腿积 总算是可以缓解吧 义父呢 刚才还在我身上 义父 走 义父 你怎么又乱跑啊 真不知道我都担心死了 看他有个黑影 搜着给你过去 黑影 什么黑影啊 我看又是你胡编的 我还能骗你不成 我想来没 拦住 就把我给花生了 疼不疼啊 你不爱事 来 不爱事 真是越老越不让人生气 啊 啊 啊 严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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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可算找到你了 严静 你醒醒 严静 严静 我也知道你会爱 严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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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放心吧 她伤手不重 只是分配些需要而已 沈月 严静 找几个弟兄 把金风寨人都厚葬了吧 是 闲旭啊 本来我还在想 你俩成亲的时候 也没个亲友在场 有些不合理数 这下好了 回去以后啊 我要赶紧给你俩准备婚事了 严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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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还是止不住 伤其发肤血流不迟 这是什么血术 圣邪 难道是圣邪剑 圣邪剑 你说什么 圣邪剑 我也是听我师父说起过 在我五叔兄 还是国国太子的时候 就被这把剑刺杀过 这把剑 在被打造的时候 就极其巨额 用美长一分 更更独一分的说法 当时那个剑客 重铸后 便将圣邪 打造了一把极为细长的剑 就出现了这样的伤口 该死的 若是让我抓到那个凶手 我一定亲手宰了他 还能有什么办法吗 若我师父匾确在 还是我办法的 我师兄就是被我师父 以换血之术 起似回生的 换血之术 紫衣 你既是你师父的弟子 你可能做得好 我学艺不经 但我知道 续对我一人 便舍弃一身气血 关于终于 这个简单 我这就去道上抓个人 岂能如此 怎能以救命为由 伤及无辜 我告诉你 钟长老的性命 比谁的都重要 你不在乎 可我们大家在乎 此人必须心甘情愿 否则 只是徒劳 那就用我的命 换钟长老的命 子依 我求求你了 用我的血换猪章长老的命 用我的 用我的 吵什么吵 义父 终于 慢点 长老 你们若是为了 我这个糟老头子 滥杀无辜 或者清剑自己性命的话 就都给我滚出寨子 永远别再回来 你们都出去吧 我有话要和你们站住说 田公子 麻烦您留一下 忠正老 您这是何意啊 臣 忠离姓 拜见太子殿下 你有伤在身 请来说我 大娘 您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田本就是齐国国姓 再加上之前那位小兄弟 脱口而出的殿下儿子 不能猜出你的身份 齐国太子 田匹江 杀了儿本就是齐臣 追随孙伯玲心上 一同之事 至今已二世余在 如今见到太子殿下 还颇有奶腹之风啊 还颇有奶腹之风啊 你是说君神孙伯玲 向老儿命不足息 但有一不情之情 往殿下承去 我知道殿下留在 寨子里的目的是什么 举缺剑 我可以让五眼双手风伤 只希望殿下 能与小女成婚 相信我 她师从鬼谷乃是不是的将才 若你二人结合 对你而言 对齐国而言 对着天下而言 都有好处 义父 你别这样 我不要撑婚 小孩子 难得遇到一个 能压制你血绝症 你要看得胜眼的人 小婉儿 命不久已了 这是我最后的心 太子殿下 慎重考虑 你看到七十三十九 还看到七十九 你不是说 我肯定是什么 才是女人 哪是女人 是女人 我再来 也行 你也行 我正想 忠爷爷 这些针 努击发人的器械 少您暂时恢复入住 但是 只能维持一天的时间 一天 苏乙 忠爷爷 保护我 你已经活得够久的了 欢迎大家 来参加小女无宴 与田公子的婚礼 老夫我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贵 贵 心 立成 好 好 依父 周龙 依父 依父 魂归西去 舍君之离别 舍君之悦处 而离别不详写 魂归西去 李父 李父 钟长老 着实让人敬佩 是啊 你看 真到手了 发现自己也没那么想要 这边是俱雀 真没想到啊 这段时间在这里竟然发生这么多事情 你说 我适合做君王吗 怎么突然问这个 这段时间在这里 最开始是想借他们的势力保护纯军舰 后来假的纯军舰断了 便想从聚雀上获取纯军舰的消息 可我慢慢觉得 这里 好像更适合我 严谨 你说 我把王位善让给你如何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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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人真的很神奇啊 这可不像你会说的话 是啊 他们呢 都是一群怪人 对了 这个啊 可别再弄丢了 否则我妹妹可饶不了你 对了 对了 有的话 现在说不是时候 但不管你的选择是什么 我们该回去了 是啊 我也不能再逃避了 田公子 田公子 畅叔 田公子他们人呢 好啊 展主 展主 怎么了 你快去看看 我们在附近抓到一个清风寨的奸细 所以我已经在家又有尊品的奸练 救命 我就是万个阻力的奸练 这几率 往小几率 到一种数字 是昨天而出处到一个消息 都被租了 全本被逃避了 好 来 就离了 兄弟兄弟兄弟带我去 带你见你们大当家的 兄弟带我去见你们 大当家的呀 重大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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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人员救救我呀 重大当家 救救我 他们要杀我灭口 灭口 你都知道些什么 说出来 我护你周旋 我知道那个杀害 终长老的人是谁 告诉我 是谁 陛下 您可回来了 您要再不回来 这齐国可就亡了 到底怎么了 逆贼 侍君 这朝堂大乱哪 侍君 你是说父王 谁干的 逆贼 斗炎京 中顺 江儿 躲到屏风之后 你去 何人 年轻 姜儿呢 他不在 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 这些人都是你带来的 你又干什么 我是何人 我姓姜 你说谁 你确定吗 确定吗 我家寨主 本来是骑鲁高强的姨妈 那个姓斗达 他是江彩岭的浩然 为了让他复国 重铸圣邪界 我们寨主牺牲了全寨的人的姓名 少主 圣邪界已铸成 瓷剑开封 必已写剑 报报 先谋后使者昌鲁 先使后谋者王 天语不娶 反授其咎 反授其咎 为了这一天 我可真是煞费苦心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问得好 你一贼爷爷 一贼父亲 枉我宗室灭我故国 够不够清楚 我只是取回属于我的东西 此乃天经地义有何不可 老天有眼啊 若不是你 我还没那么快 接手我父亲留我的事 你到底是谁 怎么 才短短几十年 你们这些人 便忘了这个国家 原本的姓氏了 你是江家的人 七百年前 我江家在此立国 而你田氏 便是篡国者 幸运 站住 你要去哪儿 他有危险 我要去救他 算我一个 我也去 走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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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今天人怎么这么多呀 拜拜 怎么样了 打定到了 天明将机位成了新的旗王 这些都是各国时辰 来祝贺他 奉王的 我早就说了吧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说是要回来 都是骗你的鬼话 先别下定论 没有见到他本人之前 我什么都不会信的 现在这皇宫守卫森严 只有这些各国使臣才能进去 咱们根本就进不去 这个 我倒有个办法 还真没想到啊 你居然还是一个公主啊 我们国家很小呢 我也没有封地 只是有个身份而已 先别说话了 前面预报 嗯 哦 真的 聚就属实 明日大点 不容有半点差池 记住 中门社府 已梗不留 是 副皇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윤国死臣 相国抒情 写燕王之礼 拜见齐王 祝齐王吉祥康乐 祝齐国终名鼎盛 苏卿有礼了 回去替孤谢过燕王 愿燕齐永世交好 是 中山国使臣子夷公主 赫兴齐王继位 你敢不辞而别 我便敢来寻你 这位姑娘 怕是认错了什么 这里是义士殿 若无证事 还反省自重 好你的姓田的 我们债主大老远过来找你 就是担心你的安危 你可得好 当上这狗屁齐王 居然忘记我们对你的好了 儿等乃中山国附庸 居心破测 名为败业 实为姬府 是欺我齐国无人 早知道今日 当初就不应该救你 沈月 田公子 此分话虽禁语 看王上的 着实过分 多说无意了 我们走 中山国亦有九千圣 门客众多 有太行之屏障 服 鲜鱼之灵器 寻常弹丸之地 自不可比 匡将军常对姑说 除秦之外 中山 为最守顾之国 斗飞必然 不可交物 但若是贵国 不敬在先 那便是有了所谓必然之事 诸位 还请自重 这下 你满意了 三日后 膳未大连 将皇位还我 我便留你一命 我有一个要求 让我看看末将 顾 你想清楚 我若死了 你便不是明正明顺 而是乱臣贼子 你是在威胁上我 我只是奉劝你 你们有没有觉得 事情有些蹊跷 有什么好蹊跷的 他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不对 中山国已有九千圣 门客众多 有太行之屏障 福 鲜鱼之灵气 寻常弹丸之地 自不可谷 匡将军常对姑说 除秦之外 中山为最守顾之国 斗飞必然不可交物 中 门 中门有福 寻光除斗 这是哪儿 是枪攻城的中美 糟了 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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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强 你到底对她做了什么 你放心 我比任何人都不希望她有事 是我让她沉睡 等她再次醒来 一切都将尘埃落定 来 我有份大礼送你 木槿 木槿 我知道你会难过 我会陪你 看景点 别让她乱走 是 是 看景点 别让她乱走 是 是 是 田家小子 是我 是你 你没死 还不多贵你小子给债主的流言事情 你们的头目是谁 幸好债主提前折毁了我们 才没被这些奸人得逞 知道了田公子是被要挟的 倒也是件好事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田公子说的匡师 应该是齐国大将军匡章 田公子是希望匡章 能带兵评判 为今之计 我和子姨 牵去找匡将军支援 不过 我们需要一个人 进入王宫里面 做文内议 那谁去呢 你们都看我干嘛 你不觉得这个人的身形 跟你很像吗 我 那你们债主呢 哦 我们已经跟债主约定好了 今夜四更时分 就在这中门之外 以精明为耗 进攻平凡 二位还是请回吧 将军说了 吴吴赵红红绝不倾下军领 可说呢 子姨 请转告将军 若功臣乱起 切勿再守此成功 走吧 债主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有个办法 获克一试 我没听错吧 我没听错吧 你让我集各国之护卫 夜袭齐完工 这件事整个都城里 只有您一人能办到 三师叔 师父 我 徒儿 想下山去看看 为师昨天帮你起了一挂 此行下山 或有凶险 若遇上难解之事 可写此差去寻你的三师叔苏秦 你这大师哥血脉的传承 又是二师哥的弟子 这生师叔我倒是单得起 但是鬼谷中人 最济论思情 我且问你 我为何要帮你 合纵之盟 有意思 我答应你 你倒是第一个集纵横为一身之人 我倒是想看一看 能做出什么事情来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可要提醒你 师叔请讲 他国之兵 一寝难投 启禀少主 何事 吴宴集结各国四兵夜席宫门 吴宴 速去集结安卫肃清 莫影响明日大殿 是 天地僵 你二位在这去哪儿啊 高五舅 你们大事已去 我劝你还是速速离开 免得性命不保 多次坏我的好事 要是少主保你 你以为我会饶了你吗 你的东西我还给你 天公子 你们先走 我跟这个人 有笔账要算 那你小心 早知道 你会坏我的大事 当时我早就应该冲掉你 今日一战 你我二人 无论生死 恩怨两宵 我 你可知道 当年 你为何家破人亡吗 你说什么 是 是 会 有 是 他 他 是 他 有 紫衣 太好了 田公子 你们有事 你小子这段时间 没少受罪吧 跟紫衣的真比起来 已经算是很享受了 你们寨主呢 寨主 寨主不是进城去救你们了吗 你们又遇到他吗 糟了 哥 快 好 寨主 五燕 太好了 五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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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了 五燕 爹 爹 爹 五燕 五燕 爹 爹 五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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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五燕 我们都已经成亲了 你不会不记得我的 对不对 五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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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衣 快看看他 好 还真是感人废腐啊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欧爷子造圣邪剑 每长一分 便更邪一分 这百年来 除了我 还没有谁 能将圣邪剑 发挥到极致 你这个疯子 看到至亲至爱死在身边 感觉如何 一切就由你起 越来越他人 我现在不需要你仍威了 这王宫内乱 便是更好的主意 你岂我 被乱党杀害 我抖眼睛挺身而出 就设计于水火 这个故事 喜欢吗 我留你的命 也在无用处 不要 姜儿 你不用解释 我现在只问你一句 若我现在劝你收手 我便不再记恨于你 你可愿意 你我身负过者加害 你让我收手 如何收手 我 可以的眼睛 我们已经 双鸣重新开始好吗 什么国重渣分 对我们来说太重了 我们放下好不好 天木子 你要干什么 你 你快来喊 我突然救他 天木子 你看 为何 为何连你也背叛我 为何 冲onden 除死 土 冲 品 托 拔 你怎么那么傻 你竟敢伤他 你怎么那么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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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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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散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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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